您各位好啊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刘石 在元朝的时候啊 皇帝曾经明令禁止 大臣们研究汉族的丧葬制度 不光是丧葬制度 所有汉族的文化呀 他们都是排斥的 因为他们不自信呢 他们怕这些人受了汉族文化的同化后啊 就汉族化了 所以再也不是他们那种真正的所谓的蒙古汉子了 不过呢 那些王公贵宙朝野大臣们 哪管那个去呀 还是有胆子大的 偷偷的按照汉家的藏族埋葬自己的先人 牧种说的 文臣武将杨虎师马之类的石像生呢 立在神道的两旁 即便是这样啊 这元代能给我们留下的时刻也是非常少 最为著名的元代时刻呢 那当然就是居翁关云台上的石刻金刚像 您可能不知道 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也藏着几尊元代的石刻翁仲像 您不用跑出城 也能欣赏到精美的元代石刻作品 尤其是其中在北京动物园海洋馆工地 出土的武士俑 更是造型威猛 雕刻精湛 这些武士俑啊 都头戴赤亏 身穿锁子甲 外照战袍 足灯战靴 有的呢 手主钢鞭 有的腰胯宝刀 这尊元代的武士翁仲啊 还飘扬过海 做过文化大使 到那个米利坚的什么什么大学展出过 您望这武将的对面看呢 那肯定是文臣了 这些个文臣啊 他就更汉化了 首先呢 额冠袍戴 一副汉家侍大夫的打扮 有的呢 双手抱于胸前 有的呢 手持象牙护板 在这些元代的实相中啊 我最喜欢的 就算是这尊文观像了 您瞧这哥们啊 是个大屁股的胖子 两肋都胖出肉褶子来了 雕刻技法的精湛啊 使您能感觉到 他穿的是夏天轻薄的衣服 再看看这哥们身上衣裳的花色吧 那真可谓是花团紧肃啊 从穿的衣服能看出啊 这哥们一定有一颗浪巴溜丢的心 平时啊 肯定是喜欢寻花问柳 是个声色犬马的人物 这件藏品啊 我觉得特有意思 他金丁住琢磨不是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为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谢谢您的观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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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